为了降低机车事故发生率 交通部公路总局规划 试办机车道路安驾训练课程 青年起正式在14家驾训班上路实施 针对取得驾照的新手 提供三小时十项教学项目训练 费用落在1500到2000元不等 实际骑上道路训练的时候 将会安排两名指导教练骑着车 一起演以后带领最多五名学员 利用蓝牙耳机跟学员沟通 希望可以强化骑士安全驾驶的观念 左看右看确认没有来车 在出发上路教练骑着车 一个载前一个载后 带着三名机车新手骑上马路实际演练 平常在支通道路缩线 透过蓝牙耳机跟学员沟通 提醒路况等注意事项 每台机车也都设置行车记录器 为了降低机车事故发生率 交通部公路总局规划试办 机车道路驾驶训练 从4月11号开始 全台14家驾训班 针对刚考到驾照的机车新手 试办机车道路安驾训练课程 总时数三小时 费用落在1500元到2000元不等 政府会补助1200元 限2000个名额 首颇试办上路 吸引6名学员前来报名 当中还有一名长辈 我已经68了 还不错 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学到一些 说不担心是骗人的 有的他比较紧张过渡型的 我们会多请一个教练夹在中间 骑机车上路之前先讲解演练 学员到场外之后 会安排指导教练一前一后 带领最多五名学员 等到学员熟悉之后 教练骑车跟载后 并在适当地点路边停车导正学员 整个路线长度至少三公里 训练五号至路口停让 正确左右转弯等 十项教学科目 朝向这个额后 机车的一个考照的方式 能够是在道路上来考照 机车驾训首度纳入道路驾驶训练课程 未来不排除引进考照制度 就盼能培养实际骑程路感 强化防御驾驶观念 这里所以陈建国 新北采访报道